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王智星 我叫大俊瑜 我在《細一衝衝衝》裡面 飾演《細一》這個角色 大家好 我是藍燕儀Sindy 我是李慧欣 在《細一衝衝衝》裡面 我是飾演紫君這個角色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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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以運動為題材的 母劇 我對於我來說 除了跳舞之外 其他運動 我真的是很不熟悉 一個很新的嘗試 因為裡面有 跳、唱和演的部分 融會了這三樣東西在一起 我自己覺得 這樣加起來很特別 一年一次參加 那麼不同的表演 我覺得是很難的 對於我自己來說 你要調節一下不同的世界 在舞台上 或者在排練裡面 面對著不同的朋友們 我覺得對於一個 都不年輕的我來說 要調整一下心態 以及如何去適應 以及如何去尋找 另外一面的自己 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感受 這次因為跟很多不同的小演員 一起演出 在過程當中 我發現 原來小朋友 他開心是可以很簡單的 我覺得 他們其實很多時候 都提點了我 不要忘記了自己 心裡的小孩 他們會帶給我一個很年輕的感覺 好像變回小孩 很有活力 讓我找回那種憧憬 和那種單純跳舞的歡樂 這次應該是 第二次參加二少團演 第一次是小黃鴨 那時候我是演那隻鴨 這次就演小一 和小朋友們 我覺得上一次的體驗 和這次很不同 現在就 都會很喜歡和他們玩 但是另外一個層面 會去發現 原來小朋友是 這麼有創意 這麼活潑 這麼有精力 讓我重拾 在小時候 參加過西遊記的感覺 因為那時候 我才只有九歲 十歲 都是第一次跟著 哥哥姐姐一起跳 這次做 哥哥姐姐的時候 希望讓小朋友 看到 作為榜樣 然後讓他們 可以有夢想去追求 或者是 讓他們知道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去走下去的 如果對於我來說 真心來說 我覺得天賦更重要 請支持我 因為我是 覺得 一向以來 天賦在我身上 是幫到我多過努力的 因為我不是很努力的人 我是 經常都覺得 我有天賦 我聰明 這個就是幫到我很多 當然 我想努力的時候 我也很努力的 如果讓我選擇 天分和努力的話 我覺得 其實 我真的沒有辦法 做一個 準確的選擇出來 因為 其實沒有天分的話 單靠努力 我們又很難成功 但是 如果我們 只是有天分 而不去努力的話 我們永遠距離成功 又會是差很遠的距離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只有努力 因為天賦 其實我們沒有選擇 子君的角色裡面 就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我覺得他的努力 是在於他有天賦之下 去堅持他想做的事 好像跳舞一樣 其實就是 堅持自己每一天去訓練 累 然後日復一天 你一定要經過這個過程 你才知道 你的得著會在哪裡 你純粹天賦的話 可能你不需要去訓練 你已經做到某件事的時候 其實缺乏某些過程裡面 你可以學到的東西 我覺得兩件事 那個平衡 其實是很難去說得那麼清楚 誰比較重要 或者是誰不重要 小一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 你做小一的時刻 你覺得那件事 是你想做小一的時刻 真的要做 因為 那個第一 那個世界第一 一定是 有機會 留在鼻子裡 所以 做小一 大家 因為你不堅持 你只三分鐘的閱讀 你不會真的 學 正這件事 你不會真的明白這件事 要花多少時間去做 你可以一步登天 但你不可以永遠 都可以這樣 贏別人 你之後都會被人追回來 紫君 你要繼續努力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辛苦了 紫君 你這個堅持是很寶貴的 要相信自己的堅持 加油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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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打擾你,但是我能打擾你